头颈尖的关系 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头颈尖 头部我们是把它理解成了这样一个方形 包括像这里像这样一个贴形的 那脖子呢 脖子就像是一个圆柱体 上面窄一点点 下面是这样粗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圆柱体 然后呢这边是往里收的一个弧线 肩膀更简单 肩膀它就像是一个方体 然后呢上面再加入一些圆弧状的 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把它一拼 当然因为它这边有点透视 所以说我们要改改透视 这样一条斜线组合这个透视的 然后我们再把头放进去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头颈尖关系了 当然这个阶段你会觉得这个脖子有点粗 没关系 复制一个出来 我们现在可以自动搭配头颈尖关系 是不是 这个脖子会不会太粗 会啊 所以说我要把它画细一点点 但是最基本的还是在这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肩膀这里有很关键的节点 就是肩膀这里的一个长短 这是一 这是二 哪一段更长 二更长 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小小细节 所以我要把这边画短一点点 就有个最基本的一个头颈尖动态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自由去组合它的一个头颈尖关系了 比方说我可以把它头画大 可以啊 它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年纪小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了 或者说我再复制一个 比方说我把这个脖子和肩膀统一变宽 都是可以的 变成猛男 这个就是头颈尖的关系 你可以自由搭配 然后头颈尖的动作 这一个很关键 每次说到动作就会涉及到一个叫什么 这个动作到底好不好看 这个动作到底合不合理 你要去看一下参考 它的头颈尖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像这个 它的头部是这样的 脖子是这样的 肩膀是这样的 就这样画呗 看着你的参考就画呗 然后再画你的一些什么五官 手臂啊 什么什么配饰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一定要找参考 回头的样子 那还不简单 你实在是不知道这些要怎么画 你们一定要记住 早参考 回眸 怎么快速早参考 回头 这是不是回头 你要什么回头 要这个回头 因为这个回头呢 有一点点仰视 我们在学透视的时候 要学画透视 那么我们也需要根据透视 反谱我们的画面 反向的去重现 比方说 可以怎么去判断 这个头部的透视 看它眼睛的眼角 是往这边斜的 然后你看它头顶 能不能看到 能够看到头顶 然后呢 就需要这样画 你看眼睛这样斜的 对 看着它头顶的 那头顶是这样的 又看到一点点侧面 那侧面就是这样的 那不是把这个头画出来了吗 根据它的透视 去找我们图的一个透视 然后是脖子 脖子是往后的呗 因为是圆柱 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说 那个脖子的圆柱顶 是什么样 然后就是这个肩膀 那边的肩膀几乎看不到 这边的肩膀看到很多 那就把它画下来呗 这种话说 它这个头顶关系的吗 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运用到一起变成一个头像 比方说我会先画一个盒子 然后呢 去定型 对吧 这个大的T型 小的T型 第二步呢 就加入五官了 然后根据这个 缩小的透明度 去画它的一个头型 对吧 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们怎么做呢 我需要你们把脸型想一想 比方说我想画一个就是 特别尖的脸 把额头给画出来 好 然后呢 我去定它的位置 眉毛在这 然后我想额头更高一点点 我想把它整个脸都拉长 鼻子呢 我也拉长一点点 所以说我的下巴也可以视微的变长 颧骨的部分 为什么是凸进去的 你说为什么这里往里收 对不对 因为我想把它颧骨更收一点点 你们应该都知道 颧骨 它虽然是凸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 我尝试把这个凸出来 这一块变得跟它脸颊的 这个宽度差不多 那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呢叫做夸张化 它颧骨也在这 只是它凸的不明显 然后嘴巴我可以就是画长一点点 这里呢 我可以加入什么 我可以加入那个脖子 然后画肩膀 然后第四个 我要加五官了 下距透明度 然后呢 我可以画它眼睛 为这种结恶的眼睛 然后呢 这个鼻子 我可以就是勾着鼻子 嘴巴也可以这样画 我觉得眉毛可以画细一点点 像这样画 这是五官了 那现在呢 我可以加一些发型 比方说我画这个发型 好 这里是那个发气线 根据这个发气线 画这一条 然后这边呢 就是头发往后收的 这个并角往后这样收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是耳朵 我耳朵打算这样画 画一个尖眼的耳朵 根据这个洞 去画自己头发画起来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它会扎着一个辫子 好 那你就把那个辫子画在下面 然后呢 我需要找一个衣服 找这个服饰 一层一层 然后这边呢 还有有个那个什么 LED灯 然后头发这一块呢 可以加入小剃刀 下面就简单了 一切就简单了 我就喜欢画这个鼻子 记得啊 这个根据透视 你看我的点是连在一起的 就无论怎么画 我的点都是连在一起不变的 眉毛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嘴巴 耳朵呢 我刚才画太细了 那这些都是之前 教你们去画的一些零件了 所以说记得一定要把零件 画得更熟悉一点点 更熟练一点点 然后呢 加入它那些什么线段 这边一层 然后这边呢 就加入它那个什么LED灯 记得啊 这些配饰什么的 你们可以就是 线阶段你们可以画简单一点点的 就不用画太复杂的 一层一层的 你看这一条 这边再有一条 这个往后收 像这样 像这里是一样的 你看 我可以中间画宽一点点 就让它隔开这个大小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边呢 有个角 那这个角呢 可以根据它的角度 你看 鼻子往上延伸 就是一个什么中线 那这个也是对应的中线的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中线画好 把它这样画一下 然后这个斜角也是一样的 要根据透视 你看斜过来一个透视 对吗 然后呢 远处这个会画窄一点点 这边呢 可以画宽 对 这些呢 都是讲过的东西啊 这个角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我不管 反正它就长在这了吧 就画好了 好